大家好 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是接着昨天 昨天咱们聊到王岐山审隐超过一个月 这一个月中间加了一个很重要的北戴河会议 同时这一个月当中他又受到爆料的打击 那么王岐山现在不露面是不是在攒劲 攒着一股劲 对阻止他连任的政敌要大举反击呢 可是昨天录了那个视频之后我又有欠缺感 觉得有言不尽意之处 就是我想要表达的观点没有完整表达 同时呢有的话说得模棱两可 我觉得如果不能提炼出一个很清晰的观点 有点对不起大家 有点糊弄网友的意思 所以我又琢磨了一下 把我的观点用一句话简单总结 然后再阐述一下今天和大家交流 我想说的意思是 由王岐山在十九大之前是否连任所引起的这个争动 他的结局是注定的 我们所能关注的重点一是过程和节奏 第二是副作用 再重复一下 王岐山生死之争的结局是注定的 我们能关注的是过程和节奏 以及副作用 这个副作用的意义很有可能又大过了这个结局本身 什么叫做结局已经注定的呢 就是竞争的双方它必然有一方倒下势不两立 要知道中共的拳斗它是擂台赛 既然进了搏击场就不可能两个人结束的时候还同时站着 它必定要有一个人是躺着出去的 中共的内部斗争是严格遵循战场上的规则 还不是商业竞争或者其他社会领域竞争的那种规则 战场规则是什么 用中国古代兵书六涛里面的一句话叫做兵不两胜一不两败 就是两军对垒不可能双方同时获胜 也不可能双方同时落败 它必定是一胜一败 一生一死一存一亡 它必须得倒下一个才能分出胜负 而商业竞争或者社会其他领域竞争的规则呢 它是可以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互利共赢 它可以发展出这种模式 在商场上或者其他社会领域 胜负并不是以存亡来论的 是以形式来论 在市场份额当中你占多少 你是否掌握着定价权 你对产业环境有多大的影响等等 商业上的竞争 你说发展到一方在市场上消灭到另一方 把对方干到破产 这种结局还是比较罕见的 它并不是常态 当然战场上有时候也会有平手有合局 但是那也不是战场上的常态 也许有人会说你说的不对啊 因为有惨胜如败这个说法 也有两败俱伤的局面啊 对 不过那是在国家战略层面讲的 战场上的结局 当下要分出一个结果来的话 一般都得是一胜一负一生一死嘛 回过头来 我们说中共内部斗争的激烈程度 其实又超过了战场 它的残酷性超过了战场 因为战场上有时候还会有合局和平手 可是在中共内部斗争里面 这种情况更加罕见 现在围绕着王岐山是否留任这个矛盾激化到 溢出到体制外呢 甚至借助于海外舆论、民间舆论倒逼 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讲 就叫严重违反政治纪律、违反党性 是可忍、孰不可人言 除非党王的一方获胜 他把持了朝局 他以后可以把这个事儿遮掩过去 否则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 为什么我说这个结局是比较清晰的呢 不仅仅是从哲理上、历史规律上和大家分析 而是因为他就是一个摆在眼幕前的很简单的事实 这个事儿两三个月之内就会见分晓 现在距离中共十九大召开不到三个月嘛 王岐山在那之后是否还留在中共的决策层里面 是一个非常清晰、简单的结果 所以他一定会有一个胜负的 其实话说回来 就算是倒王的一方获胜 把王岐山赶走了 他们把持了朝局 那个时候恐怕维护政治规矩又成了他们的利益了 他们获胜了就得讲规矩了 因为得阻止他们的对手以后用同样的方法再来搞他们嘛 所以今天他们采用的手段 明天可能会严令禁止 今天所支持利用的人 明天也有可能逃不脱兔死狗碰鸟尽工厂的结局 当然咱们不是在这诅咒啊 不针对谁 大家不要对号入座 我们聊的是专制体制内权力斗争的历史逻辑 大家来看就近的例子 五年前王立军逃美领馆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温家宝立主拿下薄熙来 但是周永康立保薄熙来 因为周永康和薄熙来之间有个联盟 周永康希望薄熙来今后接自己中央政法委书记的位子 那么这就造成了高层意见的决裂 周永康在这一轮竞争当中是落败了 因为别的政治局常委都是支持拿下薄熙来的 可是这个事儿算完了吗 完不了 在这一轮竞争当中落败 周的希望就是把薄熙来的案子拖到十八大以后 高层换届以后他希望薄熙来案能有转环 或者缩小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的不利影响 为此他就需要重点打击温家宝的影响力 最起码给人一个感觉嘛 你说薄熙来腐败也好 或者别人腐败也好 你自己不是一样腐败吗 你有什么资格拿反腐败去治薄熙来的罪呢 因此在十八大以前 纽约时报就有针对温家宝家族的爆料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显示不仅仅针对温家宝 因为这样目的性太明显了嘛 所以那段时间还有彭博社 针对习近平家人在海外活动的棋底 确实这个事情给温家宝一比较大的打击 以至于他在十八大前 对人事安排的话语权有所削落 十八大上上来的政治局常委 大多数仍然是江泽民一派的人物 占了大半比江山嘛 很可能胡温当时是以继续查办薄熙来案为条件 在常委的人选上向江泽民那边做了让步 这个情况我们以前分析过 不再重复了 2012年那一轮海外爆料的资料来源 一个普遍的猜测就是来自于周永康所控制的中共情报系统 因为那个时候除了他们也没有人能搜集到这些资料嘛 那么周永康爆了温家宝的料 打击了温家宝十八大换届了 温家宝退休了 这个事算完了吗 当然不算完 最起码在这个关键问题上 温家宝他和现任的高层习近平王岐山是一致的 是不能容忍周永康这种类似于政变和逼宫的做法 所以周永康后来被干趴下了 好周永康倒了 这事算完了吗 那周永康那边阵营的人也觉得不能算完呢 你要干掉周永康这种实力派的前政坛大佬 那要做很多准备 要掌握军权 那就要把军队里面对方阵营的人物一起扒拉掉 你要动就不是动一个 要动一票人 那对方能干吗 这事也不能算完呢 延续到今天 围绕着王岐山是否留任的问题 矛盾大爆发 出现了激烈的争斗 以至于成了全社会围观的一场戏 那这事完了吗 你给王岐山出了那么大球 把他置于身败名列的边缘 他就算争取到连任 这个事算完了吗 肯定也不能算完 所以沿着这条链条走下去 结果就是可以预期的了嘛 所以我说结果确定 不是说王岐山留任这个结果一定确定 而是说结果的模式是确定的 他必定是一存一亡 一生一死 结果确定了 剩下来的就是节奏问题 决定这个节奏的关键人物就是习近平 我们再来看温家宝与周永康之故事 他们俩从决裂的那一刻起结局的模式就确定了 肯定得倒一个下去 但是走到这个结局 实际上花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2014年7月底是周永康宣布被调查 2015年6月份他被判无期徒刑 中间这个过程他就有节奏了 有起伏有异扬有急促有舒缓最后给你来个高潮 这就像一首乐曲一样了 有的时候看起来周老虎马上就要浮出水面了 过几天又没消息了 又有传说他甚至可能软着路 最后来个一锤定音 那这个过程就有戏剧性了 如果对峙的双方一方实力占绝对的优势 那么这个节奏就可能短促得多 悬念也少 戏剧性也少 当然中共十八大前后他不是这个情况 当时习近平王岐山的势力远没有现在这么强 今天是习近平的势力比较强 他掌握着这个节奏 从我的观察来看 我认为习近平的意图是倾向于在十九大之后 再对围绕王岐山的斗争做进一步的清算 他现在整体上的态度是维稳色彩比较重 你看他现在和朝鲜和美国都有摩擦 乃至于印度都有摩擦 但是呢他的做法是以托为主 你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来了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见了一面 只要习近平一出面 他谈中美关系 那态度都是特别友善 新华社报道出来都是充满了亲切友好的气氛 那有没有人说狠话呢 有人说狠话 就是向外交部长王毅说狠话的事情让他来做 习近平接见邓福德的时候 王毅是给俄罗斯和德国的外长分别打了电话 是说绝不允许有人在中俄家门口声势 以及让环球时报这样的媒体出来放两句狠话 所以你看他在做这样的平衡 不让事态明显的倒向任何一边 这是他在十九大之前的一个总体态度 对印度也是这样 在各方面都有所体现 所以我想围绕着王毅山所产生的争议这么关键的一个问题 他很可能也会很谨慎的吃平衡态度 当然习近平会支持王毅山留任 但你说在十九大之前把要倒亡的这些高层政敌一网打尽 那还是会有比较激烈的政变色彩 所以我说他很可能会放到十九大以后来做 说是十九大以后 其实我们最快在今年年底 明年年初就会看到进一步拉清单的举动 其实也是很近眼目前的事儿 这个叫做结果确定来看节奏 最后是还要看副作用 什么副作用呢 我们看中共十八大前后那一系列戏剧化的斗争 一个重要的副作用就是现在的当权者 同时对体制内体制外采取高压措施 中国社会的言论空间个人自由受到空前的挤压 当权者所担心的是体制内反腐斗争所造成的不满 溢出到体制外与民间不满的声音相合流在倒逼体制内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是说中国社会当前言论空间被收窄 维权人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不断受到打压 完全是出于中共内斗的结果 不能做这种总结 因为中国社会现在还存在着其他方面的危机 经济上的、生态环境上的、文化道德上的等等 我所要表达的是 权斗造成了中共内部更加脆弱 它使当权者有更加强烈的危机感对全社会采取高压措施 因为内斗这种事是发生在卧榻之侧嘛 它会造成人的神经更加紧张的 围绕着王岐山的生死之国 那副作用又会是什么呢 也许会让整个社会更加压抑 个人自由更少 也许会造成体制的变形和破裂 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 就是习近平他又搞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又搞军事体制改革 甚至有可能恢复党中央主席制度 过去二十年相对还比较稳定的中共权力体系 几乎完全被它重塑了被它拧变形了 那么在社会领域呢 它要搞国有企业共和所有制改革 搞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要搞农村土地流转改革等等等等 就是说在社会领域 它也要把这个国家的管制方式像做盆景一样 把这个植物这么绝那么绝 重新再给你捏个形出来 那么问题就来了 如果这是一个刚刚长出来的小树苗 它很柔韧 它的弹性还比较好 你怎么绝它 它都是无所谓的嘛 可是如果这颗植物 它本来就老朽了 没有弹性了 它的细胞的水分已经流失很多 没有活力了 你把它绝完以后 它里面的纤维断裂了 它就很难自我生长再修复了嘛 那么它就会产生裂痕 然后裂痕越来越扩大 总之大家知道我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就行了 也许我说的对 也许说的不对 总之在今后不太长的时间内 我们就会看到结果 就会有验证吧 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